选战话题要来看到是新北市长侯友渝推出了四位侯家军来参选年底选见 但是现在传出引发了新北市其他候选人的不满 其中这一名侯家军是要参选新北市第四选区三重卢州区的吴迅孝 那么因为当地的资深议员蔡明棠决定不交棒给儿子之后吴迅孝 他将会在该选区来对决连家军的林顶超 选情略显不稳 想不信的传出来说新北市党部居然开始出面来做沟通 希望林顶超改为参选第三选区新庄区 对此虽然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主委黄志雄强调说还没到协商时候 但是看出来内部角力已经提前开打 一大早三重中央市场买菜人潮多 参选三重卢州的林顶超市场内博认同扫街 备票争取国民党初选 看板文宣背心都已经露出 但党部却遭爆料想要搓汤圆 根据了解三重卢州原有现任资深议员 蔡明堂儿子蔡正成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前秘书武训孝 以及前高雄青年局长林顶超三星人抢提名 但据传蔡明堂不打算交棒给儿子了 演变成吴训孝林顶超两人厮杀力拼初选 但现在却传出国民党新北市党部 希望林顶超改选新装 就会确保侯家军能出现 党内直言新北市党部主委黄志雄就是主导者 但他强调新北市的选举时程预计十八号公布 二十二二十三号领表二十八号才登记 人选人数都未定谈何协商 但林顶超吴训孝可都铁了心 不打算退让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要换过选区 从来没有 然后之后也不会 之后也不会换选区 不需要 我也再次的强调 我一定会参加初选 也不需要透过任何的人来协调 一定会赢得这一场的初选 还不用敌音校正国民党内真提名 内部角力早已暗潮汹涌 记者林俊廷苏时节新北采访报道